哈囉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這場議程 然後這是這個綜合軌的第三場議程 那這場議程的講者是UCCU 他是一位熱愛DevOps和黑客森文化的碩士生 那今天這場分享他會跟我們分享 就是他過去在參加Hackathon的時候 是如何透過Kubernetes、KBiOS 然後導入黑客森這樣的開發流程之中 那在分享開始之前 我還是要再次跟大家說 就是歡迎大家透過CostCop官方網站 這場議程的介紹資訊 裡頭有放我們這場議程的HackMD的共筆 那歡迎大家一起進入共筆 然後來跟我們一起記錄這場議程的所有的筆記 那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UCCU 各位大家好 那今天的主題 我們叫做善用DevOps應對黑客森的極速開發挑戰 相信DevOps、黑客森這兩個詞 大家做軟體界的一定都有聽過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的ID我常常喜歡用這個UCCU 然後大家可以叫我CU就好 那我是一個喜歡DevOps 以及黑客森文化的一個學生這樣 那我主要的活動經驗也主要是Focus在一些 像是創客森啊、美族黑客森 或者是一些我有參加過一些天賽 就是DevOps組 要30天連續發文寫文章的一個活動 這樣 好 那今天的主題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黑客森它是一個活動嘛 那DevOps你可以說它是一種軟體的一個流程 或是說是技術 那當黑客森加上DevOps的時候 到底會插起怎樣的火花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什麼是黑客森 那黑客森其實簡單講就是它是由 黑客跟馬拉松這兩個字說組成的 那黑客就是在場的各位 這樣就是會寫軟體或是硬體 這樣的人 那這樣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後透過一個就是馬拉松的形式 那馬拉松可能是幾小時 一兩天甚至一個月等等都有 那這樣一群人就是進行一個科技創作的活動 我們就叫做黑客森 那黑客森的話有什麼元素呢 那首先的話因為這個開發相當的艱辛 所以會有睡眠不足而倒地的人 這樣這個是我去參加美族黑客森 他們那個有一個求馳 這樣 然後通常就是會讓你很肥宅這樣 就是拿不完的飲料跟食物 基本上不會讓你餓肚子 那最後就是demo中的作品 大概就是通常前面計畫很好 但是後面就是突然時間不夠 然後最後就會這樣潦草上場 然後demo的話只希望不要爆炸 就很棒了這樣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故事 主要是圍繞在這個去年的 叫新竹梅竹黑客森 那它是一個全台最大的一個 校園黑客森活動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很多這個知名的企業 然後學生人數也非常的多這樣 那我們拿到的題目是這個 叫做這個安全帽的一個辨識系統 那這個安全帽辨識系統主要有兩個工作要做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去建立一個辨識 是否有佩戴工地帽的一個AI模型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必須去做一個 雲端的應用程式 那當有人就是沒有戴好那個工地帽 那可能這個雲端應用程式就可以幫你 騎一些alert給使用者 那系統架構大概看就好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叫Edge的Device 就是它會去看一些就是像是 它會去有一個鏡頭去看你有沒有戴工地帽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RFID模組 就是我們去模擬那個場區門刷卡的那個情形 然後中間就是我們做了非常多這個API 就是就是火力輸出啦 這樣就是做了很多 那最後就是讓使用者可以獲得這個 缺BOT還有前章網站的服務 那下面的話就是我們大概 我們最後這兩天黑客松做出來的這個成果 大概講這樣就是會有這個 Web的UI去看到說就是有沒有配戴好安全帽 然後有的話就把它框起來這樣 然後會有一個違規之後Dashboard 然後會有就是如果沒人戴 安全帽它可能就會起一個Alert給使用者 然後Demo的時候我就是像這樣就是戴著一個 帽子在那些長官上前面就是 戴不戴你看有Alert了這樣 所以黑客松的開發就是我們再來就是講到 那我們這個開發的過程到底有哪些減行 就是跟一般的開發會差在哪 那第一個就是時間超短嘛 因為你可能只有大概 大概總共多人兩天的黑客松活動大概就有30個小時 那再來的話 欸 睡眠超少 因為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是想要把它好好完成的 基本上很難有時間去睡覺 所以睡眠超少 然後呢 城市也會超醜 因為大家都急著趕工 那最後的話 所以黑客松的開發會怎樣 會很燥啊 就是你如果 就是 你在一個睡眠超少 然後時間又超短的情況下 然後鼻炎斜扣又超級醜 那其實你 大家的其實那個情緒就會很差 就是開發的狀況就可能不是那麼理想 那這個時候會需要怎麼做呢 就是 在黑客松的話 其實你需要去 就是想辦法去解決就是大家開發很累嘛 那我們就可以去像是減少一些就是 這個組員之間的一些溝通成本啊 那專注在開發上 那再來呢就是可以去加速一些部署的時間 讓你就是不用去理 這個我的App要怎麼部署 就是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透過自動化工具去實現 那再來就是我剛剛說的嘛 睡眠超少 基本上你在半夜寫的call就是 Test可能都不會過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希望 就是我們看有沒有個機制 可以去降低一些人為的失誤 那這些需求我們最後就會導向 一個大家聽過的一個名詞叫做 DayOps 那DayOps的話其實 大家應該都會看過這個 就是一個無線的環這樣 那DayOps的話 其實大家其實蠻多不同的定義的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用 加速軟體開發還有部署的技術來做為DayOps 那但是 DayOps是一個完整的一個 軟體開發與部署的技術 但我們在黑客松中 沒辦法去掌握到 所有DayOps的一個流程 所以我自己黑客松 就是在參加黑客松的DayOps 我自己覺得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那第一個 首先會從這個 Plan開始 那Plan的話 我們就希望就是我們 計畫寫程式越短越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希望我們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時間我們都可以花在這個 Coding上面 那再來的話就是 再來會有 就是你要把你的程式給Build起來 Test 然後把它Release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就是大家都忙著寫Call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否可以去 用一些自動化工具來實現呢 那 然後再來就是 Deployed Operator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能動就好 就是在 只要那個 上台Demo 不要忽然出現什麼404 就已經很棒了 那最後就是Monitor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要在黑客松去實現這個Dapps的流程 然後 要怎麼做 第一個最重要也就是 容器化 那大家應該都有用過Docker這個技術 那它是一個就是Pontainer的一個部署的工具 那容器化最 最主要的 我們需要容器化是因為我們可以讓這個 一個應用程式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夠執行 好 那 那要如何去建立一個可以 部署容器的一個環境呢 那我們在這場黑客松中 官方提供的 就只有 一台GCP上面的一台VM 那我們 因為我們有 剛剛有提到我們有很多API 所以我們的需求會有 就是我們要部署很多的容器 然後再來因為我們就是可能只有一個外部的Endpoint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L7的流量分配 將那個根據 根據你那個Domain的不同 將流量分配到不同的Container上 那再來我們會希望說 可以去結合一些CIS CD工具去 實現一些Dapps的自動化 那這些需求 我們最終就導向 我們就是要用K8S 那 要如何使用K8S呢 那 畢竟K8S其實大家如果 有 稍微去了解一下其他議程嗎 它其實是一個 相對 可能部署起來 相對很困難的東西 那 要怎麼做呢 第一步就是 我們要用這個 簡單的部署環境去 去將我們的K8S cluster 給建立起來 那我這邊的話 在這場黑客松 我是使用這個 K3D這個工具 然後K3D就是一個叫 K3S就是輕量版的K8S 然後以及它是可以 加上Dock 那 K3S加Dock 就是它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工具 讓你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可以去建好你的 容器平台的一個環境 那 接下來的工作情形 就會像這樣 就是我們 Team有分這個 有分這個 AI訓練的 就負責去幫我們去 去 去 安全帽辨識的模型 然後還有這些 就是我們雲端平台 有一些前多端的服務 然後我們就是 有幾個是做前後端開發 那我的話就是 最右邊 我基本上 整場比賽 就是都在寫壓抹 就是我本來很想寫 寇 然後反正我完全沒時間寫 這樣子 那 因為 我們把 我覺得 我們現在這個架構 再加上AI 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AI 就是讓他們獨立 在A局段去做完成 所以我們主要再來會介紹 就是前後端開發 與這個 壓模工程師 到底要怎麼合作 那 再來我們會用這個 Developer跟Operator 這兩個名詞來解釋 這樣 那 理想中的軟體部署 就是很簡單嗎 就是一個前後端開發 那我是負責就是 包含就是 英法的部署啊 等等的 那 那當Developer就是寫好一份Call 然後想要部署到那個 剛剛提到那個GCP上的VM 那 基本上我們理想上的流程是這樣 就是 我Call寫好了 然後你可以幫我部署嗎 然後我Operator就下下指令 欸部署好了 那Developer可以幫我檢查嗎 然後看起來沒問題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一次的軟體部署 但是這個是理想上的情況 那 實際上的話 Developer說 欸我現在可以幫我去 部署一個 東西 就是部署我的新程式 那這個 Operator可能就會 像這個樣子 就是 欸 Image位置 到底你的Image是放這個 DockerHub 還是我需要幫你 就是 用你的Dockerfile 自己build一個 那再來的話 欸好不容易通你完 第一個 第二個 欸要開的Pose是什麼 Developer都沒有幫你寫金屬什麼 8080 3000 8000 或者80 都有可能 這樣 然後最後就算 欸你突破萬難 欸發現 欸怎麼上的時候爛掉了 那到底是 Developer的問題 還是Operator的問題 那 這樣的Operator的技術 我們通常就叫做通靈 就是 基本上就是 我們 不希望通靈這件事發生 雖然它很常發生 對 那如何 讓我 這個Operator不需要通靈呢 那 基本上我們就需要 Ci CD 這個技術 那 Ci CD的話 它就可以去 勾起這個 Developer 跟Operator 讓他們在 他們兩個協作之間 能有一個 共同協作的一個 橋梁 那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要加一個 Ci CD的技術 那 我們 就是 針對我們現在是在比這個黑客松活動 那我們 Ci CD技術大概要往哪些 技術考量為面向呢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就是 部署越無腦越好 就是 Developer可能就是寫好code 那我可能就是下一個指令 然後它就可能 就直接部署到我們的環境上面 然後就不用思考太多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死掉好救活 就是 這個 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 像我們 在比賽的時候就是 最後那個衝刺時間 大家就是瘋狂 就是一直update 一直update 大概每三分鐘都推一個星空 然後推一推發現 欸 怎麼死掉了 怎麼有個畫面出不出 沒有出來 那 那最後的話就是 我們 因為我們有這個 CiCD的技術 就是我們可以 將這個整個環境 rubake到 安全的 就是 沒有出問題的地方 那 透過CiCD 就是可以讓它死掉的時候 也可以很好的救活它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 就是到底是寫的 就是為什麼 部署上去的code 是壞掉的 那這個時候要 找這個 Developer 還是Operator 來理清呢 所以就是希望說 就是 CiCD可以讓我們 就是很 就是當 正式環境壞掉的時候 我們能確定說 欸 到底是Developer的問題 還是Operator的問題 那 最後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剛剛那些考量嘛 最後我們採用的就是 這個 GeeOps的技術 那 這個是整個 我們 簡單的這個 GeeOps的一個 workflow 那就是分為這個 Developer跟Operator 那 Developer 我們這次比賽就是 主要是用Python 做後端 然後view做前端 那Developer 只要寫好 自己寫好一個程式 然後要上這個 正式環境的時候 他就是 他只要懂 欸 我只要會 Git Commit Git Push 然後這樣就可以 去一個這個 我們的CI 那我們CI是 因為我們就是 懶得自己建環境 那我們就是使用這個 GeeHub Action這個工具 那再來呢 就是CI完成之後呢 他就會去 update一個 另外一個 Git的report 那這個Git的report 我們通常叫做 Manifest 那 這個Operator的同時 如果他需要對這個 這個 現在的正式環境 需要做更動的話 也是 自己寫一個YAML 然後Push到這個 Manifest上面 然後 就是我們主要還有這個 Manifest的時候 那這個Manifest 通常的話 就是會是 存放一些 這個KBiOS的一些 YAML檔案 那 然後讓我們 就是可以通過這些 YAML檔案 部署到KBiOS上 那Git Apps 最重要的流程就是 我們不是 主動將 Git 就是那些 KBiOS的YAML 直接部署到 就是 直接部署到我們的環境 而是 透過一個叫Argo CD 的工具 那Argo CD的話 他會去 可能每一段時間 他就會去 統佈一下 這個Manifest repo 有沒有去做更新 如果有的話 我就將這些改動的YAML 去部署到 KBiOS上 那 所以我們就稍微 介紹一下 就是 剛剛提到的 我們有CI 然後CD 然後怎麼去做到Git Apps 那首先就是 要先去 就是當你 Code雙傳的時候 第一個會去一個 CIC工具 就是一個 就是CI的部分 那CI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去 藉由 自動化工具 去建置出一個 可部署的版本 那大家比較常用的就是 因為 我們常用就是 Git Hub H 或者是 Git Lab CI 因為這些就是 可能你只要用的 Git Hub上面就是 免費 然後就不用自己去 架一個 實際的那個 實際的一個CI工具 那通常的話 CI我們的步驟 會包含就是 測試程式 雖然我記得我們 好像沒寫什麼測試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協助將 這個我們的應用程式 給打包成Image 然後最後就是 將Image 去上傳到 這個 你的像是Docker Hub 等等放Image 的Registry 那所以 再來就是 Step 2 就是建置一個CI的PIPELINE 那就是Developer 就是像剛剛一樣 就是自己寫的 Python 或是View程式 然後他寫好了 我要 怎麼步到真實環境 我就是 push call 就結束了 就不用管他了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 Gearation會幫你 就是做 build啊 test 然後release 到Docker Hub的上面 那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已經做好CI了 那 就可能會有 新的問題這樣 就是因為黑客松 就是我們有時候 就是凌晨 兩三點都還在做 這個是真實情況 我真的是吃豆花 吃到我肚子痛 然後 然後這樣又 大概那時候三四點 就是睡眠部署 我真的整個 整個是中理模式這樣 還好我們也有 這個CICD工具 那如果沒有的話 會怎麼樣 就是 Developer可能在線 他終於寫好 他那個凌晨三點 寫code 已經火氣很大 然後跟阿飛說 幫我部署 阿飛也在睡覺 然後他可能也 不開心 他說那我也要睡啦 這樣 所以 那要如何用 這個CICD工具 解決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 可以去實現一個 自動化 部署的 流程 那剛剛 其實我們已經提到 我們會用 Argo CD 這工具來實現我們的 CD CD其實就是 叫做 continuous deployment 那他其實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去透過這些 自動化工具 將軟體給部署到 正式的環境 那我們就是 剛剛說 GitOps 就是我們算是現在 比較主流 也是比較常見的 CD方式 就是所有的這些 設定檔等等 我們都是放在 這個Git上面 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你想要對 環境的變動 那你就是 只要做一次 Git的commit就好 那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也可以隨時去 robat到 reset到上一個 commit 那我們通常就是 會使用 這個Argo CD 這個工具 搭配這個 Community 就可以輕鬆的 去實現 GitOps 所以我們 State4 就是建置一個 CD的pipeline 那CD會接續 前面的CI CI就是 Galation 那他做完那個 那個 release到 DarkHub上之後 他會去修改這個 叫Manifest的reple 然後 修改完新的Yaml之後 Argo CD 就會去sync 這個Manifest 然後將 改動部署到 Community上 那最後的話 完成之後 就會像 就是我們整個 黑客松開發流程 就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 左邊的部分 就是 for developer 然後右邊的部分 是for operator 大家都可以在各自的 各自的 這個圈圈上 只要關注自己 各自的圈圈 就好了 然後 developer 就是你只要計畫 要寫什麼code 然後 然後就開始寫 然後寫完 就push上去 然後 Galation會幫你 build test release 然後再 會接到這個Argo CD Argo CD的話 它就會 deploy 然後upgrade 然後monitor 我們不會做這樣 我們就可以實現這個 這個 DayOps 這個無線的環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demo一下 剛剛提到的 整個的情景是怎麼樣 現在的話你要先把我想成是 Developer 我是做前後端開發的 那我現在發現就是 我們現在正式環境 長這樣 就是很簡單的application 現在是fail 然後這個還有什麼功能 就是 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重新整理會 換顏色這樣 我昨天用chat gpt 幫我刪了 好 然後 那 我們現在 Developer 上線的 上線的 這個程式是壞的 那我就趕快 趕快修 然後就自己看一下 欸 發現是自己在搞 就是 不好意思已經註解錯了 所以我們就把 反過來 反過來 就是從這個fail變成sacy 然後呢 再來要怎麼做 我只要 git commit git push 它就會 自動化工具就會幫你走完 所有部署的流程 git commit 然後git push push push了上去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這個是剛剛提到 有一個app的 存存application的一個 github 那它就會開始跑這個ci 那ci就是它其實做很快 那我記得大概三四十秒就 好了 那它整個流程就是 非常迅速 就是它會先去這個 去登入Docker 然後幫你builder 然後 在這個 會幫你去update 剛剛提到這個manifest的repo 欸 好了 你看 就是developer 只要確定這邊打勾 剩下就沒你的事了 剩下如果有問題 就是operator的問題 好 那operator的話就會去看 這個叫剛剛提到 就是manifest 那這個manifest 我們就會去 試存那些 kbys的commit kbys的yaml 那 裡面的話實際上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三個yaml 然後yaml就是大概長這個形式 這樣 然後我們會透過一個 叫做helmchart的 一個工具 將這個 這些yaml打包成一個套件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剛剛 CIA做了什麼 CIA 我應該看那個 他剛剛 commit了一個 就是一個 image tag的update 那他做什麼 他就是將你的 這個 正式環境的 這個 container的tag 給換成新的 那這個這麼長 但是因為我是用這個 Git的 commit的 下值去 設定這個 他的那個 Darker Image tag 然後你去看這個 DarkerHub上的 Image 你也會看到 然後 我會 剛剛 就是一分鐘前 我們剛剛改動完 CIA就是已經幫你 build好 然後測試好 然後上傳到這個 DarkerHub上 然後並幫助你去 改動 operator的那個 manifest repo 再來我們就會透過這個 Argo CD這個工具 他現在就是 反正就是因為 就是 他上傳了一個新的commit之後 他會 每一段時間就會去看 Git repo有沒有更新 有更新 就會做新的部署 因為他這個過程要兩三分鐘 然後我懶得做 vcook 我們就手動按一下這個sync 他就會 他就會開始 開始長 好像 好像在把舊的 舊的pod 給砍掉 然後開始漸新的pod 然後再把舊的pod 給砍掉 所以回到我們的環境 就會從這個fail 變成succeed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就是提到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比的那兩枚組黑客松裡面其實就是 使用了剛剛的那些sicd的技術 然後這是大概那個時候的一些截圖 我們其實部署非常多的東西在kbys上 然後argo c看起來就會非常亂 然後結果我們總共火力輸出了12個repo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多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就是一些 就是我們後面這個可能都是一兩分鐘 就是做一個新的commit 然後就是ci1至空跑 那這樣 所以我們最後的總結就是 我覺得黑客松因為就是 他時間很趕 然後就是 你需要去 實現一些cii cd 這些自動化的工具 然後所以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dapps實練廠 就是因為他就是開發很快 你那個沒幾分鐘就要commit一次 你就可以去驗證你的dapps 到底做得好不好 那dapps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 可以去將原本就是 你可能要 就是可能你寫到一個code 你可能要doublebue 打殼push 然後再叫operator幫我 幫我boot這樣 現在如果有cii cd工具就不用 他就會自動幫你打包 和部署到真實的環境 那你就會有這個 更快速的上限的時間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提供這個developer 跟operator 一個清楚的協作方式 就是他們任何兩人之間 只要覺得有問題 我就是看一下現在git的repo 現在長怎樣 那就是我們就是可以 因為我們這些 新的commit都有被紀錄嘛 就是不會有人就是 在你的那個 在你的那個 正式環境偷偷什麼 shutdown你的application等等的 那前提是我覺得就是 當要實現這一套 就是你的團隊開發能力 可能需要有一定水準 就是如果你不是 就是不是就是光寫code 就已經會讓你們很慘烈的話 那不推薦這樣用 就是當你如果你們開發能 你們團隊開發能力技術夠的時候 可以試著導入這樣的gaps的流程 謝謝大家 謝謝你的分享 我有幾個問題 我有幾個問題 看能不能 簡單的做主意的回答 第一個是你的這些yaml 是首科的嗎 那第二個是有關argo 那argo的話 是用手去把它站起來 然後手去config的嗎 然後最後就是argo的機器 是放在哪裡的 謝謝 第一個問題的話 第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KBIS在yaml的話 我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KBIS yaml大部分都是寫法 都大同小異 所以我是reuse 我之前轉案寫的yaml 這樣 因為黑客送的時間 不是很多 那基本上就是reuse 然後argo的部分 也是有 就是它其實要架起來 也是就是如果你很熟的話 大概也是幾個 然後再稍微改一個 那個ingress 它就可以出來了 那在argo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跟 就是直接架在剛剛那個 因為我們就有一台VM 所以我們所有的服務 都必須在那台VM上解決 所以我們的 就我們就是在那台 VM上架這個K3D 去實現一個KBIS的環境 然後在上面再去裝 這個argo CD 還有任何的 退斷的位置 然後去除了一個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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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argo它 有什麼 有什麼 argo的板控 argo不會 argo的板控 板控是git幫你去做的嗎 那argo只是去檢查你的那個 你在git上那個report 到底有沒有可能有新的commit 那它只是負責幫 就是看到有新的commit 然後去負責將 然後去負責將 那些KBIS YAML 拉下來 基本上 因為我們會希望說 就是 就是上面的 就是git上面的那個manifest 就是純KBIS的那個 YAML的那個report 跟我們現在實際的正式環境的 的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 如果發現你 你上傳那個新的版本 是不是壞掉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去 你可以做像是git revert 就是將那個commit 再倒回前一個 就是正常可以使用的那個版本 那它沒有拉一個流程 它只是根據 就是根據你上面這個 就是它有 上面有寫這個 就是它是一個git commit 它只是 根據你現在 現在commit上去的東西是什麼 來決定你要補什麼東西 就是下面其實基本上 這些流程 就是這些不是流程 這些是你長的 哪些pod 哪些service 等等 KBIS元件的部分 那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再一次給UCCU一個掌聲 謝謝 那因為等一下這個教室 其實沒有其他議程 如果有任何問題 其實也可以在這邊 進行討論或請教 那後面的話 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麻煩大家到前面來 謝謝